耶利米书 第26章 耶利米书 第26章 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,祭司、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。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,祭司、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,你必要死,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,这殿必如士罗,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? 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。 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,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,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。 祭司、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,这人是该死的,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,正如你们亲儿所听见的。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,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,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。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,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,他就必后悔,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。 至于我,我在你们手中,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,就那样待我吧。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,若把我治死,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,并其中的居民了。 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,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。 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,这人是不该死的,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。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,对聚会的众民说,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,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,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,西安必被耕种,像一块田,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,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。 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,岂是把他治死呢? 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,恳求他的恩吗? 耶和华就后悔,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。 若治死这人,我们就做了大恶,自害己命。 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,是激烈耶林人士玛雅的儿子乌利亚。 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,攻击这城和这地。 约亚晋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,王就想要把他治死。 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。 约亚晋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,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。 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,送到约亚晋王那里。 王用刀杀了他,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。 然而沙帆的儿子亚晋干保护耶利米,不交在百姓的手中治死他。 喊用